华为Mate 10详细评测 12日华为在国内正式发布了华为Mate 10和华为Mate 10 Pro 作为华为年度旗舰新品 Mate 10为用户带来了包括琴970 全新的莱卡双摄在内的诸多升级 我们这一次第一时间拿到了华为Mate 10 通过一段时间的体验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它的使用感受 华为Mate 10系列目标人群一直都是定位在商务人士 不过这一次华为Mate 10似乎想做出一些改变 这一次华为Mate 10将全新的设计员通过圆弧倒角加四曲面机身 让华为Mate 10在视觉上更加圆润 和前代产品一样 华为Mate 10依旧保持了5.9英寸的屏幕设计 不过华为通过缩窄它的额头和下巴使其屏占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看起来更加震撼 而且华为Mate 10还采用了16比92K屏 屏幕像素排列方式为RGBW亮度可达750尼特 机身背面 华为Mate 10首次在Mate系列上使用了双曲面玻璃设计 机身背面采用了双肘三底热曲面玻璃后盖 使用了五层玻璃工艺 为用户带来一种与众不同的金属视觉体验 系列方面 华为Mate 10采用了一颗800万像素前置莱卡摄像头UF20光圈 并且支持前置人像模式 而且华为将在屏占比做高的同时 黑边控制的也非常到位 如果你不细心看的话 可能不会发现有黑边的存在 华为Mate 10在作展下部的同时 也保留了前置指纹功能 华为Mate 10指纹采用了不可按压设计 并且可以通过触摸长按左右滑动 来实现返回碰不见 多任务三种功能 这次华为Mate 10的后置摄像头 部分采用了一种比较独特的设计 华为在玻璃材质的后盒之下 为其摄像头区域 使用了特殊纹理和电路工艺打磨的横条纹 使得手机设计看起来更具个性 机构方面 华为Mate 10采用了目前主流的Type-C接口 并且保留了4.5mm耳机接口 并且还在机身顶端安装了红外模块 可以用来取代传统的遥控器了 整体来讲 华为Mate 10在设计上改变是很大的 个人认为华为Mate 10是全新设计 不仅让这款手机看起来更为特别 而且手感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提升 可以看出华为似乎想用全新的设计 来吸引除了商务人士之外的用户学 这对于华为Mate 10系列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不祥的突破 作为麒麟970的首发产品 华为Mate 10的性能同样让人期待 今年的麒麟970采用了台积舰最新10纳米工艺制造 搭载了4×A73 2.36GHz 加4×A53 1.8GHz 8个金设计 能效提升20% GPU方面则使用了ARM 马力 G12 MP12的12核图形处理器 性能提升20% 能效提升50% 不仅如此 这颗处理器还具备双ISP 并且率先加入了LTCAT18支持 更是全球首款继承了NPU的处理器 最值得注意的是 麒麟970还首次在手机处理器中继承了NPU 按照华为的介绍NPU是在本地AI计算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 针对图像识别等AI场景的处理 NPU性能是CPU的25倍能效是CPU的50倍 而功耗只有大型处理器的1%左右 拍照方面 麒麟970可以对13种场景进行识别 进而可以自动调教参数设置 实际测试当中 华为的使在对场景进行拍照时 右下角就会出现相应的场景的标识 在如今人工智能的概念越来越火的情况之下 华为的使采用了NPU 绝对是称得上市手机处理器的一个里程碑了 对于华为来说 能够和更多的软件厂商合作 让NPU获得更为广泛的应用 搭载970的设备在体验上绝对会有巨大的体受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